那麼好了,看到這麼大客人在這裡 都猜到我今期是想和你們繼續開箱玩這個紙皮盒 沒錯,就是由Tamashiration漫代出的這個MetaBuild系列的 好像是反半腦腦修,沒有記錯,好像是 因為好像很久了 就是熊年聖天八極色 老實說,熊年聖天八極色這個問題 並不是第一次出模型的 已經有出過蘿蔔雲,MX,HG 甚至是MetaLobo雲都有出過 那如果呢,我推薦大家買的話 其實我推薦買MetaLobo雲 為什麼呢?如果你們買來玩的話 但如果是玩精細度,用來擺放的話 絕對是這隻,做首選,就是這隻MetaBuild 那我這個盒也普遍大 這盒也普遍大 那這個盒也普遍大 那這個盒也普遍大 說明書 說明書這個問題就是 我還未開,因為說明書 我等等 我發現要先抽中 那他並不是一本書 屬於一頁紙 大概就是這樣 這裏有支架 這裏有大手 我們先把配件拿出來 這裏是金屬,挺有特色 這裏是完全想不到的 如果以前的Metalobo 或蘿蔔雲 直接一體成形就算了 這裏有用心 這裏有支架,這裏我已經不太用了 這裏應該是... 不知道什麼來的 應該可以打開 對啊 這樣打開 再看看其他配件 其他配件分別就這麼多 不太用來的 這個是否好像沒有起葉 這裏應該是背面的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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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點點金屬成分 看不看見銀色的那裏 就是這裏應該是提供的那裏 這個 rocking 整隻艙都很精緻 精緻得很較乖 看一看吧 頭的可動 很漂亮,肯定是目前最漂亮的熊年聖天白極色 絕對這隻是無可口飛的 手的可動 整隻蠻耐用的,因為大面積的尖角位很容易刺手 這條球形有關節 這個可動呢,給我感覺是幅度很大,很有特色 即是,我未開來玩,頂都未跟羅伯雲 或者Metalobu雲差不多,但一玩起來,感覺馬上不同了 這裏為何有些白色 不理會,好像是崩了少少 我這裏真的崩了少少 大概就是這樣 這裏可能在盒子那裏 即是,雜崩了 所以這東西大家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但算了,沒有辦法 就是這些 那這裏要裝在手上的 那裏要裝在手上的 那裏要裝在手上的 這裏 requirement 還有裝在手上 又要裝在手上的 用你來裝在手上 用手上來裝在手上 外面的方便 用掃爍 用上手上的手上 你裝在手上去裝在手上 後 американé 用手上去裝在手上 未裝在手上 這個位置,大家看著,很難安裝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安裝了一整整 看看其他配件方面 腳的站立性都OK 唯一可惜就是我這裡崩了,沒辦法了 這個位置給我最大的特色,就是眼睛 即是胸口的眼睛是用了透明件 有一數一,MetaBuild是真是漂亮的 看看那兩隻角在哪裏 應該是不錯,這兩位是裝這裏的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用金屬,點設計不錯 而且可以亮 那整隻照片走出駕駛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幾好 看看對翼 整隻熊年聖天白極色 最大的特點在於對翼 我們先把舊子裝好 剛剛我看的說明書 看看如何裝 這個是裝 調轉裝 還有另外一隻 蘭斯諾特 我到時應該會買完 為了一齊一對 但真的有些可惜我這裏崩了 也是跟它的構造有關 就是設計的問題 這裏的帽子是可以打開的 大概就是這樣 先把這裏放下 我們來看看 對翼呢 就是這樣的 對翼就要拿支架 那就算了 好了 今期視頻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 拜拜